礼拜的方式 穆斯林在礼拜的时候 在礼拜的前方应该放一个遮挡物 在礼拜之前应当首先关注一下 要符合所有礼拜的条件 现在 现在站立礼拜 两脚之间的宽度和两肩的宽度相同 不要劈开两腿站很大的地方 也不要把两脚并在一起 两脚之间的距离和身体 两眼要看着 注视着 叩头的地方 他说 阿拉夫阿克巴尔 然后抬两手 念阿拉克巴尔 抬两手 手指要合并 手掌要朝前 不要用手指摸耳垂 然后用右手 右手放在左手的手腕上 或者抓住手腕 不要抓到上臂 或者不抬手 或者抬得太高也不允许 只要抓住手腕就即可 然后念开拜词 说 赞颂阿拉清经 等等这样的念词 然后念求护词 念凭阿拉之尊名 开端章之后念阿们 然后念一些古兰经 是属于可佳的 念整章的或者几节就可以了 这是念的多幅章 然后念阿拉克巴尔 同时抬两手 手抬到两耳的高度 或者两肩的高度 然后鞠躬 鞠躬时两手抓住两个膝盖 后背要平 头要和后背都是平的 不要抬起两者 鞠躬时念一遍 这是主命 也可以再增加 就像刚才写和念的一样 然后起身 念起身的念词 站起来以后念阿拉巴尔 也可以再增加 一些可佳的念词 如果祈求阿拉 联敏等等 这样的念词 然后念 喀头 喀头 让两手的位置和两耳的位置差不多 两个脚尖要立起来 立起脚尖要朝向前方 不允许把脚抬起来 或做其他的动作 都不允许 两个脚尖要朝前 两脚并伤 不允许有其他的动作 然后念 喀一遍是主命 可佳的是 可以再多念 不要把两个肘放到地上 不要全 扣头是不要全在一起 也不要伸展得过于大 也不可以 然后念 喀了阿拉巴尔 作证 喀一遍是主命 也可以再多念 右脚的脚尖 承住地脚尖朝前 坐在左脚上 离拜十的坐都要这么坐 指出是三拜或四拜的末座之后 三拜或四拜的末座 应当这样坐 坐在左臀上 右手做中座末座的时候 做末座的时候 应当食指 右手的食指 再动 动食指 然后出拜的时候 你也出Salam 向右 然后向左 只是脸部 向右向左 不允许手在论动 那不允许 或者头上下翻动 也不可以 或者肩部扭动 也不可以 两个肩部扭动 都不可以 安拉至枝